哎呀 这可以想 官场上的好苗子 照这样下去啊 前途无量 谁干了什么能让韩敬明给出如此评价 官场上的好苗子应该什么模样 照什么样下去才能前途无量 跨越阶层的捷径 官场升迁的绝窍 让人生瞬间走向巅峰的高效力操作 韩县长 我拜您为干爹吧 古人云 孙子好当爷爷难寻 但凡爷爷都不缺孙子 所以孙子是当 强调主观能动性 而爷爷是寻 强调被动承受性 如果这个顺序颠倒了 你自己都会觉得很怪 你对领导说 我给你家孩子当个干爹吧 你看领导能不能打死你 你对领导说 你给我家孩子当个干爹吧 或者你给我当个干爹吧 领导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再生几一次 领导对你说 我给你家孩子当个干爹吧 答案基本统一 所以你明白了吗 是爷爷等着就行 会有孙子主动靠拢 是孙子积极主动 毕竟爷爷已经不多了 人生嘛 要的就是个刺激 舍得一身寡 皇帝都能拉下马 丢掉脸皮 你将赢得整个世界 是是是 肯定有人说 你这不对啊 这属于奴才思想 太监品性 做人连点尊严都没有了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反驳 因为自知理亏 可人活着 从来都不是活的道理 而是活的现实 活的柴米油盐 活的衣食住行 多少人吃康燕菜的时候 都没忘了批评别人 没有立场 没有尊严 你的龙虾燕窝能好吃 你的别墅豪车能舒服 龙虾燕窝真挺好吃 别墅豪车真挺舒服 嘴上鄙视孙子 心里却始终梦想有个爷爷 人生屈指算 不过几十年 何必呢 何必活得那么宁巴呢 就算载入史册 和你有什么关系 吃到嘴里才叫饱 穿到身上才叫仪 孙子也只是一个人的孙子 但可以借此成为 很多人的爷爷 刚刚进入县衙工作的 高德令身甘子道 今天就让这个年轻人 给我们上一课 韩县长 打扰片刻 不知可否 高德令啊 拿这么多纸干什么 韩县长 蒙您恩惠 我才有机会进入县政府工作 又托您的福 我即将成亲 这一切都是您给我的 我今天来 就是想请您赐字 把敢作敢为这四个大字 挂在卧室里 以便更好地学习这一核心精神 敢作敢为 挂你睡觉屋里 合适吗 合适 韩县长 我就是想把学习您的这种精神 不能流于形式 要深入 深入 再深入 这里需要强调一个背景 高德令 乃是严谨心学的第一批批业生 注意 是心学哦 是时代需要社会紧缺的新型人才 看人家这套体制科 能工作 那是您的恩惠 能澄清 那是托您的福分 就连早上能够轻松如测 都是因为心中默念您的讲话精神 什么叫人情 别人欠你不叫人情 那叫债 你欠别人 想什么时候还 就什么时候还 想怎么还 就怎么还 还着还着 交情就深了 还着还着 就分不清谁欠钱了 纠缠不清就叫人情 不分你我才是人情 领导永远都是人情的责权方 我就要还 我偏要还 有理由要还 没有理由 创造理由也要还 让韩静明提字 并将韩静明的指导精神挂在卧室 杜绝形式主义 坚决落实实处 深入深入再深入 贯彻贯彻再贯彻 让领导始终保持存在感 你才能继续存在 让领导始终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你才能变成人物 这就叫投其所好 各取所需 当然 仅仅一个贯彻落实 还不足以代表高德令的心学成就 他还有更为惊艳的操作 韩县长 我拜您为干爹吧 官场上的好苗子 照这样下去啊 前途无量 干爹在上 我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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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答案 别磕破头 让人家看见不好 干爹 这也就是在办公室 要不额图上不见血 那不叫一个头 什么叫投其所好 宋礼的目的在于搭建关系 维护关系 宋礼的关键在于 满足所需 投其所好 一句响亮的干爹 几个听不见响声的磕头 关系有了 而且非常亲近 需求满足了 而且郑重心坎 韩敬明是个公公 最缺的就是儿子 送什么礼 能比得上这一生干爹 搞得令的行为丑吗 笑评尚且不笑长 叫一生干爹能爱多少 这是干爹吗 这是平台 这是资源 这是强有力的大树 这是多少年奋斗 都不一定挣回来的大好形式 时可谓 一生干爹腰缠万贯 一生干爹前程似锦啊 人背后叫干爹 人前可还得叫我县长 放心 听干爹 我拜您为干爹 完全是从心里拜的 绝对不会流于形式 好 敢做敢为 这四个字 我跟你写了 听听听听 听听高德令同志的觉悟 干爹只在心中绝不能流于形式 流于形式的不是干爹 那是轻爹 但是 在高德令这种信奉现实主义的人身上 当然会有但是 等到韩庆明遇到刺杀 被大家误认为被刺杀身亡的追悼会上 高德令再现现实主义的经典言论 唐局长 这人死不能复生 您还是别太伤心了 啊 果亮啊 你跟了我那么长时间了 一点长进都没有 您不是真伤心的 那 那韩现长是您干爹啊 轻爹死了那是真苦 干爹死了有几个真苦 认干爹就是用干爹的 干爹死了就没用了 哭也是白哭 什么叫现实主义 注重实用强调现实 用着你了你是干爹 甚至比轻爹都轻 用不着你了或者你没用了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爹我有不差你 这一个 更何况韩晋明已经驾鹤 改换门头是关键 调整站位是核心 哭有啥用 哭给谁看 哭也白哭 那韩现长不是您在靠山吗 韩现长这个老家伙 还见着警察局长呢 他要是不死 我什么时候负责 哦 对 那你说 丁副县长哭得那么惨 那也都是假的 他心里比谁都美 演得真好啊 可惜 这死人也看不见呢 演给活人看 您这是天才 我这辈子就跟定您了 高德令时可谓人间清醒 可国亮真就看起来那么懵懂无知 必须让高德令一再指点反复强调 这段对话中 国亮一共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自己就给出了答案 第二个问题 得到答案以后赶紧给予了肯定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更定你的总结 崇拜也是一种马屁 而且最能让人陶醉 可崇拜总得有点理由 但凡上位者都会有点耗费人事的毛病 这就是你的理由 没事你就请教 遇事你就不懂 什么时候能将领导变成你的老师 你就赢了 国亮用无知引发高德令的教育 得到指点就立马表示崇拜 由崇拜衍生而来的忠诚 谁也不会怀疑 于是我更定你就不再是虚伪表态 而是受到领导感化声出的主动靠拢 态度真诚不容置疑 一定程度上讲 高德令也成了干爹 成了国亮的干爹 如此循环往复 干爹换了一茬又一茬 干儿子却始终都在 大自然的规律 如此迷人 又如此讽刺 更让人惊喜的是 这套操作理论男女通用 大自然的法则到底是语录君真 但是 对 你没猜错 又要拔高了 但是这种所谓的实用主义并不稳妥 大树倒 狐孙能散 干爹倒 谁能保证及时抽身而不受到任何负面影响 干爹倒了 哪怕是坐稳的位置 哪怕是消化以后的美食 都得还回去吐出来 如果你有愿赌服输的品质 请尽情发挥 可如果你赌得起输不起 最好还是踏踏实实 用辛勤的汗水换来可能会美丽的明天 干爹有风险 相认虚谨慎啊